你醒醒了 我醒醒了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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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你别走 站住 别过来 别过来 我杀了你 谁能教权我女 求求你们了 谁能教权我女儿 准备 准备照室的人太过分了 三年轻了 今日一属幸福 我定能救回这孩子 小姐 让我来看看 你个送外卖的 别乱动 孩子没了 你能负责吗 我能救好孩子 你相信我吗 行 我行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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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性命之用 去医院包子便好 好 什么无用 我看就是医生来了 你心虚要跑 你这样乱动孩子 会造成二次伤害的 可儿 妈妈 妈妈 这孩子竟然没事了 这怎么会 公克龙门少主 王者回来 见过少主 少主 三年期满 为了庆祝您出任天下第一财团 圣龙集团少主 属下特意为您举办了接风宴 这是三日后的请帖 请您过目 吩咐下去 把请帖送一张给方家 三日之后我要在婚宴上 让妍人知道她的老公是 龙门少主 是圣龙少主 不过在此之前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是 少主 婚车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发 醒醒 你慢点 三年前 我受奸人母汉 被迫自封武功 医术 若不是你 当时我已经饿死 现在奸人已灭 我医术紧缝 不再在送外卖的男生 这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 等三日后 国际城龙一门万一资产 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走 随我去接亲 随我来接你了 陆帅 你想要接亲 总得有点彩头吧 妈 妈 你想要什么财头 先别叫妈 拿出一百万的上车钱 孕孕才能跟你走 一百万 妈 阿姨 我之前不是给 三十万财礼钱吗 财礼是财礼 结亲是结亲 陆帆 你该不会连一百万都不想抛吧 就你这样 还想娶我们家孕孕 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金 月月 你也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过就是个臭色外卖的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已经是你高攀了 现在你连一百万都不愿意给 还什么结婚 这一百万你拿得出来 我就嫁给你 拿不出来 这婚 我就不结了 月月 我家族资金还被冻结了 我们先结婚 等资金解冻之后 别说这一百万了 哪怕是一个亿 我都能给你 没有就去借 家族资金 还一个亿 你就是个臭色外卖的 连接近的豪车都是租来的 在这说什么大话 我看你连一万都拿不出来 三十万彩礼 在婚车婚房 他也拿不出一百万了 要不咱先结婚 这么多人看着呢 方宛如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现在还帮她说话 要不这样 这一百万你来出好了 谁是方云 我就是方云 方家姐您好 这是圣龙集团少董 托我给您送的邀请函 少董将一三日后 举行接风宴 请您准时参加 圣龙集团少董 送给我的 没错 圣龙集团可是大厦第一财团 但凡认识接风宴中 任何一位大人物 都能让家族一飞冲天 那少董 该不会是对云云有意思吧 那方家这次 真要飞黄腾达了 感谢各位的吉言 方家要是腾达了 肯定忘不了各位 看到了吧 陆法 这可是圣龙集团的少董 亲自送给我的 我们方家 马上叫飞黄腾达了 这可不是你这种下等人 能来沾边你 就是 你呀 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瞧瞧你那穷酸的样 凭什么娶我女儿 等我们方家出席宴会 别说是一百万 就算是一千万 都有的是富豪争着给 不像你 连一百万都拿不出来 我算是看清你们嘴脸了 一个个贪慕虚弱 闲贫爱富 方月月 这三年我在你们方家 做牛做马 就当是我的真心未够了 这个婚 我不接了 站住 有凡 你把我们方家当成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走也行 但是你浪费我三年的青春 少说 得给我三百万的青春损食费 姐 你太过分了 方宛如 你又咋帮他说话 是不是就喜欢穷狗 要不 你嫁给他好了 我看你们两个 一个贱 一个穷狗 倒是绝对 你 你什么你啊 今天是我结婚 你作为我方家的养女 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有 对 三年前我已经送过 不就是一个不值钱的借主吗 带上你的垃圾 给我滚出方家 宛如 这枚戒指是你的 是啊 这枚戒指 以前是我的 后来 我送给了姐姐 那 你三年前 有没有在街上 救过一个 昏倒的人 好像 是有这么回事 以前我家门口 有个乞丐 我看他快不行了 就救了他 你们两个 这么在意这个戒指 该不会 他是你们俩的定情信物吧 你们两个 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搞破邪 方云月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以后会付出代价 宛如 你愿意嫁给我吗 宛如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陆凡在这里起誓 许你一世荣华 一生富贵 但凡有人敢欺负你 我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 什么情况这是 我愿意 方宛如 你个贱人 宛如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刚说过 但凡有人敢欺负他 绝对会让他付出代价 即使你是他的姐姐 宛如 我们走 离开这个会去的地方 陆凡 赶走一个试试 告诉你 这是在我方家 想走 小心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宛如 我们尽管走 天塌下来 我给你顶着 站住 我看谁敢把我姐带走 宛如 我是妈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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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 我是你妈妈何美 这是你弟弟 就是她刚刚在网上看到你的讲话视频 对 还有这个凤伟记 这就是你当年走丢的时候 随身带着的呀 宛如 妈妈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您了 伯母 你好 我是陆凡 我会对宛如负责的 也会孝敬伯母您的 你算什么东西 当我姐回到林家 就要嫁给江南四大家族的秦家大少 就你这种货子 也配娶我姐 妈 这是什么意思 江州谁都知道 秦家秦浩天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糟蹋的女人数都数不着 你们找回宛如 难道就是为了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你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宛如一时糊涂找的野狗 宛如嫁过去之后 我们林家也可以荣华富贵了 没有做DNA比对 就着急认清 把宛如嫁给秦浩天这个人渣 你们林家 真是好样 你不要不识好歹 告诉你 秦少爷可是拿了龙圣少董的邀请函 你呢 你算什么狗东西 识相的 赶紧给我滚 不就是一张邀请函吗 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我要多少有多少 陆凡 你别再说了 那邀请函不是一般人就能拿到的 秦浩天能给的 我都能给 他给不了的 我也能给 我呸 秦少爷 是你能比他 赶紧给我滚 丢紧远点 你们这是嫁女还是在卖你 这应该让宛如自己选择 购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们林家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宛如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她是我的女人 我怎么算多管闲事 妈 我是不会跟你回林家的 我这样和陆凡在一起 你 你要气死我吗 妈 妈 怎么了 伯母 快叫救护车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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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河梅的家属啊 谁是河梅的家属啊 不是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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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想起我这个妈了 但我为什么要救你妈 你在婚礼上抢了我女儿的 不对 是捡了她的破鞋 这一账 我还没跟你算 你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啊 赶紧给我滚 这一切都是陆凡的错 我求求您 求求您救救我妈 方宛如 哦不 林大小姐 想让我们救你妈 可以啊 我先有点脏了 跪下 挺干净 我们可以考虑考虑 不然 你妈就等死吧 万如 别给这些勾引 看人家的小孩下跪 伯母的病我来治 伯母的病我来治 你赶紧给我滚开 姐 咱妈现在情况危机 你就按照他们说的错 我 求求你们救救我妈妈 我给你甜心 啊 啊 方云月 这是你逼我的 陈海 把方云月一家 在接风夜上的席位撤掉 让他们站在门口守门 不能入场 另外 把我的太乙玄真拿过来 陈海 陈海 你以为你能使唤逗他 宛如 伯母的病 方琴交给我吧 哪只废狗敢在我面前装逼啊 少爷 你终于来了 这下我妈有救了 我马上就把中医协会的棋会长带过来 居然是中医协会的棋会长 这回我妈真的有救了 秦少爷 我就知道你神通狗大 一定要救救我妈 救伯母 当然没问题了 但是 我请棋会长可花了五百万 我得先收点利息 这就是你们林家找回来的女儿宛如吧 今晚陪陪我呀 拿开你的脏手 伯母的病 我来治 你这个废狗还在装逼 小会长 弄几手 住手 你这不是救人 你这是在杀人 你在干什么 你个废物 也偏质疑秦会长的医术 老夫治过的病人 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你个狗屁不懂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支手挖脚 就是啊 你以为你谁呀 连个嫌疑资格证都没有的废物 凭什么敢拦着秦会长治病 伯母不是正常闹一些 是因为怒火气急导致 最先需要的 是指出血液逆流 闭嘴 你这有着胡说 罢到些什么 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吗 秦会长是我花五百万请来的专家 你他妈值几个钱 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你在干什么 妈 没事吧 妈 你看看干了些什么 背霸行医会害死人的 伯母再不治就真的未在旦夕了 狗屁 有机会长在 还需要你这个废狗来治 你有什么资格谈医术 我让你在这叫嚣 天一门太义玄珍到 我让你在这叫嚣 天一门太义玄珍到 真的是陈海首富 他竟然真的来了 陆先生 这是您要的太义玄珍 陈海首富 竟然真的是来给陆凡送玄珍的 陆成 陆凡真的是什么神医 不可能 我认识他三年 他就是个送外卖的死天狗而已 能什么神医 我看他也只是运气好 认识陈海罢了 懒得和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人解释 都出去 我要给伯母时针 妈 妈 陆凡 你干什么 妈 小子 像你这种恩惠的出风头 不顾他人死活的年轻人 我见多了 我不信 你屁大点年纪 有什么医术 那是你见识短浅 就给我在旁边好好看着我是怎么制人的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现在我就揭穿你的真命 若是在理事医院害死人 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 你看看 不可能 你用的是九死一生针法 传闻九死一生 九成死一成生 即便是天下最厉害的医师 也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 你 你怎么会这场针法 不可能 你用的是九死一生针法 传闻九死一生 九成死一成生 即便是天下最厉害的医师 也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 你 你怎么会这套针法 一套小针法 其他人不会 那是因为他们废 本身没有但眼力见还行 竟然认得这套针法 是您终于贤惠的祈父会长 是您救了我 谢谢您 您才抬举我了 您这病 我没那个能耐治好 那是 自然是陆先生 是他 怎么可能是陆凡 他怎么可能会医术 怎么不可能 医学之道 打者为先 陆先生医术神乎奇迹 恳请陆先生大发自卑 守我为徒 想入我龙衣门 你还不配 这 让你们找的神医有下落了 抱歉李总 还没有消息 据当班医生说 是有人在院内非法行医 什么人敢在我领事弄事 跟我走 你 病房这么重要的地方 陆凡那个废物怎么敢进去 他要是耽误了齐会长的治疗 我妈该怎么办呢 小枫 就算陆凡他不会医术 也肯定不会害咱妈的 妈就是被他气晕的 你还说他不会害我妈 别忘了 爸为了找你已经出车祸死了 你还要害死妈妈 你告诉我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为了和亲家接亲 把你找回来 你说什么 爸怎么了 小枫啊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姐姐这个美人 本上还是很满意的嘛 以后林家的好处啊 不会少 机会长一定会救回伯母的 说得没错 你看看 青少多靠谱 那个陆凡 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结果他一定能救我妈的 嗯 光柱啊 你呀 就是被那小子给骗了 就算他会医术 他总不能比机会长还强吧 就是啊 陆凡那个废物进去一通乱 要是把伯母给治死了 嗯 那就有好戏看喽 行 我得把洛凡揪出来 我妈要是有三长两短的 我绕不了他 小枫 不用了 伯母的病已经康复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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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鞋少年 这次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请来的鞋大夫 我妈 救了 小枫 不用客气 咱们俩都是一家人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不过 今天帮你们这么大一个忙 宛如今晚 也是该在酒店靠牢靠的往路 是 目前 治好我病的是 陆凡 我 妈 你别糊涂了吧 陆凡这个废物 他能懂什么治病啊 别说治人了 他怕是连药都认不清吧 你一定是记错了 是啊 伯母 他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在齐会长面前 他啥也不是 治好你的病 一定是齐会长 对不对 齐会长 对你个头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配在这里谈医术 告诉你们 陆先生的医术 谈为官职 别说跟我比 就是当我师父 也戳戳有余 这 这 这 齐会长 您是被陆凡骗了吧 我跟他认识三年 他就是个臭嗦万耐的 连接亲钱都脱不出来 怎么 怎么可能会什么医术啊 哼 陆先生医术 我亲眼所见 还能有假 和美女士的病 也是陆先生一手银针 让她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 奇怪的 不是秦浩天 让你给我母亲治病了吗 我什么都没做 跟我没有关系 秦浩天 你个骗子 臭表猜还打我 你再敢冒她一句 信不信我断了一条胳膊 你敢打我秦家人 你死定了 打的就是秦家人 以后离婉如远一点 信不信我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 你给我等着 我会弄死你 我都不信情 妈 妈 伯母的病还需要休息 婉如 我们先送伯母回家 站住 林婉如 我们方家不能白养你十几年吧 对呀 我们方家在你身上 花了得有一千万吧 今天你们林家 不把这笔钱补出来 就别想走 你们方家 有什么脸说这种话 婉如自从被你们领养之后 一直像仆人一样 照顾你们一家人 生活起居 每天早起 给你们一家人 做饭才能出门 放学后 手洗衣服到半夜 周末 还要自己出门打工挣学费 要不是这三年 我每天送外面回家 后给婉如做饭 帮她打扫家务 帮她交上大学的学费 现在婉如都不知道怎么样了 那又如何 能让这个小贱人长这么大 已经算我们方家慈悲了 不要得寸进尺 逢家 我的怒骨 也能放在这儿 陆凡 别以为虾猫不择 就可以骑在我头上 我赞数你 今天你不把一千万拿出来 都别想走 我今天想走 我看谁敢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李氏的医院闹事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李氏的医院闹事 就是这个小别三 在这儿非法行医 还妄图闹事 十一 这儿是你 感谢神医救命之恩 你懂 上次就是陆神医救命之恩 举手之劳而已 二位过于 什么神医啊 他不过就是个 宋娃买的田狗啊 不用理 神医不算你 两位 请回吧 还有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 冷眼旁观 皆死不救 你已经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医德 什么 你 我可是江南是最好的脑科医生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 管用这个丧分性 自当初就不该把他领回家 不凡 不要以为你有点医术就敢在我面前叫板 来日方程 我一定会让你跪在我面前 至于领暖住 妈 他们林家是不是有个医药公司 是 丢回了林家 从此破产 现在我的真实身份 估计会下到宛如 等婚礼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惊喜吧 诺凡 这次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哄 你是我的老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个苹果就当做谢礼了 运气好罢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 不好了何总 我们公司的医疗器材全毁掉了 何总呢 我妈不在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为林氏供货的公司突然全部毁约了 而且背后都有方氏集团的影子 怎么会这样 方氏集团 一定是方云云阁的鬼 你放心吧 方家对我而言 也算什么 不烦 我知道你想帮我们 但方家不是我们人惹得起 臭属外卖的 你干什么去 烧给我们林家添麻烦 走 回公司 联系李嘉薇 让他协助你买下江南除了方家之外的所有医药公司 明白 属下这就去办 明天就是我的接风宴了 听说 秦家有我愿望的邀请函 是的 秦家不配进入接风宴 把他们的邀请函 全部作罪 明白 什么 方云云带人闹事 我马上过来 方云云 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 我马上过来 方云云 你是什么意思 除了 跟方氏集团合作的一千万定金 也不是那么蠢嘛 我就是蓝阳的一千万定金 如今你们这个破公司 已经被阻断了一切商务来源 当初约定那批货物还能入其交付吗 云云 你在宽限我们几天 我们临时肯定不会欠着你的 宛如啊 你当初不是很硬气吗 你的陆凡哥哥可是很厉害的 怎么现在还要来求我 你没钱 可以 给你砸 干什么 你们别打了 小枫 方云云 你在这儿我就放警了 放警 你们离世欠我钱 你还有脸报警 我告诉你 你们今天要是不还钱 我不仅要砸了灵士 我还要把你的脸 我绕你整天勾搭男人 方云云 你这个臭婊子 放开我姐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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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云云 把你的三首给我拿开 方云云 把你的三首给我拿开 陆凡 来得正好啊 咱们薪酬旧账一起算 给我上 陆凡 你能打又怎么样 有种你还钱啊 你还不上钱的话 他们林家人还是要坐牢 不就是钱吗 要多少有多少 吹牛不打草稿是吧 知道他们欠我多少 一千万 把你这穷狗卖了都值不了一千万 不就是一千万吗 这些够不够 陆凡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也是 这是圣龙集团的订单 一共九千万 陆凡 圣龙集团可是大厦最大的财团 哪怕是江南分公司总经理陈凯 也是我们江南的首富 这样庞大的财团是你的垃圾 说拉顶单就拉顶单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废话什么 拿了钱就赶紧滚 你会后悔的 还有你李宛如 你们明是迟早完蛋 你这话说得未免太早了 你说话什么意思 不好了 不好了 你是前途江南所有的医药公司 突然攻对我们血 怎么会这样 是说你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大人物 李凡 是不是你在帮我搞鬼 方爷爷 如果我是你 绝不会在这继续侮辱我 我们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枫 这次的事 我都知道了 妈 对不起 我 自从上次 你爸在找你的路上车祸身亡 咱们临时便已摇摇欲坠 妈现在老了 小枫又没有经营头脑 之前让你嫁进秦家 也是为了求一棵大树 保住我们临时 妈 我能理解你 宛如 宛如啊 你的户口我也办好了 我决定 由你来接任 临时医药 董事长的身份 妈 您不再考虑考虑 你本来就是学管理出身 这次又拿到了圣龙集团的投资 使得临时真正的七死回生 这个职位是你应得的 只可惜啊 咱们没有机会参加圣龙绍董的接风宴了 伯母 接风宴您不用担心 我可以带您进去 陆凡 咱们没有圣龙绍董的邀请函 真能进去吗 放心吧伯母 咱们直接进去 他们不敢拦战 好大的口气呀 陆凡 我没听错吧 你没有邀请函也能进接风宴 你当这里是你家呀 想进就能进呢 下重不可语订 还敢嘲讽我 我看你啊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这里可是圣龙绍董接风宴 来往的宾客非富即贵 就凭你啊 别敢说这样的大话 伯母 想进宴会啊 何必依客这个花言巧语的疯狗呢 我们秦家呀 不缺邀请函 这多出来的三份呢 就送给你们了 就当是给宛如的礼物 谁要你的礼物 姐 你怎么跟秦少说话 这真正的邀请函就摆在面前 你干什么不要 难不成 你要相信这个废物的 伯母 你可考虑好了 是接受我的邀请函 跟我一同进去 还是跟这个废物 一闯进去 然后被赶出来 秦少啊 当然是跟你进去了 宛如 还不赶紧拿着秦少的邀请函 咱们快进去 看到没 伯伯 你会点医术有个弊用吗 这个邀请函 就是你我最大的差距 你永远只配 被我踩在脚底下 你知道你现在多像一个小丑吗 我们不用跟他的邀请函去 因为他的邀请函 是假的 假的 陆凡 你脑子被风吹赏了吧 秦少可是秦家少主 秦家贵为江南四大家族之一 秦少的邀请函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啊 有些人呢 吃不到不到就说葡萄酸 我看呢 你是没有邀请函才故意胡说八道 但你胡说八道 你得解决点实际 你说我邀请函是假的 正确的 陆凡 你们不要胡说 我是不会跟他一起进去的 我的话 就是这么 哎呀呀呀 陆凡 你个废物 半点本事没有 口气还真不小啊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这样吧 你喜欢吃牛是吧 行 我证明给你看 伯母 您可看好了 是跟着这个满口胡说八道的废物进去 还是跟着我进去 从此啊 平不经营 陆凡 你就看好了吧 跟秦少相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这么确定 他能进去 拿着假妖锦涵也敢混进圣龙祭坛练会 赶紧勾滚 拿着假妖锦涵也敢混进圣龙祭坛练会 赶紧勾滚 有没有搞错 你真带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我的妖锦涵 来源绝对珍贵 怎么可能是假的 真假我能分辨不出来 再敢扰谅会场秩序 我让人把你轰走 滚 你 还真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 这 洛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 他的邀请函是假的 当然进不去 就算我的邀请函是假的 也轮不到你这个连邀请函资格都没有的废物 我进不去 你这个废物 你照样进不去 就是 就算秦少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进去 真要论我的结果 肯定还是秦少 就你这种废物 少来在这占便宜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看看我们之间差距到底在哪 先生 请您出示邀请函 我是陆凡 陈海应该跟你说过 陆凡 您是 少董 您快请进 宛如 妈 他真进去了 怎么样 我们竟然真的进来了 看旁边的那一位 妈 你快看 不愧是圣龙少董的宴会啊 来的全是名流 是啊 都是各界的 都是各界的名流 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几只狗 门口的宝安怎么做事的 竟然把这几只狗给放进来了 我说 怎么闻到 有臭味呢 听到没有啊 你们身上的味道已经熏到我妈了 现在赶紧乖乖跪下来 向我妈道歉 不然现在就叫保安轰你们出去 我们没有邀请函 不也是一样进来了吗 我看哪 你们肯定是用了什么偷鸡摸狗的方法 不像我们 我们可是正统的名门望族 是被圣龙少董的邀请函 特别邀请过来的 林宛如 现在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 你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方家吗 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 在我看来 你就是一直哗众取宠的小丑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你个晦气的穷狗 一个我玩过的破鞋 你没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叫嚣 所有人静一静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圣龙集团 邵董的接风宴 但是在宴会开始之前 向大家宣布一则消息 我们圣龙少董决定在今天的宴会上 向一位女士求婚 天哪 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孩才能找到少董的青睐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孩 今后都是杰娇哥的公主 真是羡慕她 陈首夫朝我们走来了 那女孩该不会是你吧 我 是啊 你想啊 少董好端端的为你送来邀请函 又让你参加宴会 这肯定是看上你了 真是恭喜方家了 能被圣龙少董看中 从此将一飞冲天 成为真正的名门望族 哪里啊 都是运气好吧 看到了 当初把这个破鞋给踢了 宛如啊 你要是喜欢这个废物 那就继续跟他在一起 我马上就是圣龙集团少董夫人 跟你再也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房云 争大狗也好好看看圣龙少董选的人是你吗 还在这炫耀 我愿 你愿意什么 你别挡道 明宛如小姐 这是 少董托我给您带来的 求婚礼物 圣龙少董 向您求婚 这是 少董花费十亿美金 为您挑选的深海之星项链 这是全球百强企业 这是天阳公司的股份转业协议 这是云上丰华别墅的房产证明 只要您点头 这些都是少董夫人您的 姐 姐 您赶紧答应 这可是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最好机会 我与圣龙少董 四位谋逆 他为什么会向我求婚 三年前 少董因为意外 身无分文 被迫在街头乞讨求生 所有人都冷眼旁观 只有林小姐您 为少董送上一口饭吃 才有如今的生活 原来当年救下的 那个可怜人 如今竟是纵合天下的 少董少董 不过请你转告他 我们不合适 很抱歉 姐 你疯了吧 是啊宛如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妈 少董求婚也并非真心 况且 我已经有老公了 姐 我们尊重林小姐您的决定 陈首富 这林宛如这么不识台军 她不同意 我们家云运同意啊 要不 您让少董 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家云运啊 是啊陈首富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 或者是财运 我都明显更适合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就你这种货色 也配当少董夫人 最好把妆卸了再跟我说 对了 我们已经把你们方家的席位 已经被撤掉了 让你们来 是为了让你们看大门的 马上给我滚 陆帆 还有林宛如 今天的羞辱 我方云雨全都记下了 以后 一定会让你们北北成红 这个陆帆和林宛如啊 到底是什么身份 这么邪门 秦少 被林家这么欺负 你能忍 无忍能怎么办 林宛如都快是少董夫人了 什么的 山龙少董是我能惹的 那秦少您是不知道 林宛如在宴会上 公然拒绝了少董的求婚 让少董折了面子 现在少董恨他还来不及呢 哦 还有这种事 我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置他们于死地 快说 林宛如新官上任 他们离世医药正是人心不稳的时候 他手里有个供货商叫崔黑龙 有点低下背景 我们可以 借刀杀人 宛如啊 你今天为什么要拒绝圣龙少董的求婚 首先呢 是因为我喜欢的是你 其次是因为我也配不上他呀 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 没有什么远达志向 他那种豪门生活 离我太遥远了 我适应不了的 你放心宛如 我可以发誓 我一定会让咱们家成为江南 最大的家族 让你成为豪门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无法赤赢 好了好了 不过呢 在成为豪门之前 我只想守护好自己的一目三分地 喂 什么 我现在就去公司 怎么了 宛如 是公司的一个供货商 叫崔黑龙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阻断了公司的所有供货渠道 放心宛如 我会帮你的 帮不了的陆法 这崔黑龙 是黑龙会老大 都是心狠手的 你根本谈判不了 你放心宛如 一个小小的黑龙会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请大少 你我现在毫无关系 找我什么事 宛如 你这话说 你跟陆凡八子还没一撇呢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 再说了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报喜的 报喜 当然了 崔黑龙 知道吧 陆凡知道你们公司渠道啊 被断了 一个人傻愣愣的去黑龙会谈判 黑龙会是什么地方啊 上一个去黑龙会谈判的人 现在坟头草的紧张高了 你说他一个人去谈判 这还不是喜事吗 什么 情少 麻烦你救救陆凡吧 让我救他 小的美 不过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林宛如 现在立刻 来求我 龙哥 你可真厉害 林氏集团现在风头正盛 您啊就这么直接断了他的宫火渠道 他们呢 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整个江南 谁还不知道我黑龙会的名头 我在这儿就是土皇帝 谁敢动我呀 哎呀 哥哥 你可真坏 这么多人看着呢 哦 对了 我听说林家是得罪了情少 才被针对的 那当然 得罪了情少 他死定了 我看要死的人 是你们黑龙会 我看要死的人 是你们黑龙会 谁他妈让你进来的 是 我想你应该听过我的名字 陆凡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情少这让我对付你 我这愁着怎么对付你 没想到你自己反而来找死了 找死 我看是你们黑龙会找死 不跟你废话了 我今天是来谈判的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吧 你到我黑龙会来找我 吹黑龙谈判 小洛凡 你是怕不知道我们黑龙会 是什么地方吧 实话告诉你 上一个我们黑龙会谈判的人呢 翻头上的草都起胀高了 你这个小身把 怎么跟我们谈判 不过你长得倒是挺不错的 那今晚黑姐姐好好快活快活 姐姐啊 说不定能给你一个机会 你太脏了 吹黑龙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重新开通临时集团的贸易渠道 我可以叫你救你 一条狗也敢对我吹黑龙乱叫 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就是 你不贡献身体的话 拿什么跟我们谈 我黑龙会迷下有五家公司 而你呢 你有什么资本配合我们谈 可笑 两只苍蝇敢在我面前论资 你问我什么是资本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资本 少主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资本 少主 人海 这是谁啊 你给他拘光 他到底是谁 崔黑龙 是不是最近没人管你们 你们黑龙会愈发嚣张了 连我们圣龙少董都敢惹 神龙少董 对不起少董 少董 少董 我求你了 你原谅我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是我永远无助 少董 求求你原谅我 刚才不是有人说无论是势力还是财富 我都远远不如你 不是觉得我不配给你谈谈 那怎么能呢 少董 身份尖贵 我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没错少董 老话说得好 不打不相识 全身误会 全身误会 算你们实际了 临时集团货源的问题 你们自己看着办 少董 少董 您放心 临时集团以后的资源 将永远畅通无阻 我黑龙会的集团 一定会为他保驾护航 不不不 我黑龙会旗下的集团 我愿意全部赠予临时集团 还请少董原谅 跟我说没用啊 想要求得原谅 自己向林婉如请罪去 否则 你这黑龙会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是是是 属下这就去办 大卜 妈 求你们救救陆帆吧 他一个人去黑龙会的话 肯定会有危险的 宛如 你冷静点吧 黑龙会是什么地方 你也知道 吃人不吐骨头 陆帆去了这么久 肯定人都已经死了 死了 不可能 够了 林婉如 就是因为找你回来 害得我们林家鸡犬不宁 陆帆现在已经死了 过段时间 你就和秦少定亲吧 定婚 没错 林婉如 我实话告诉你 敢跟黑龙会狡囂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回去的 陆帆他必死无疑 就算他死了 崔黑龙也不会放过你们林家 你要搞清楚 除了我们秦家 还有谁能庇护你们 啊 林婉如 林婉如 黑龙会是江南地下势力的龙头老大 没有秦家的庇护 我们林家一定会完蛋的 就当是为了家族考虑 你就答应了秦少 一个小小的秦家而已 林家什么时候需要他的庇护 林家什么时候需要他的庇护 陆帆 你没死 你没死不早点告诉我 害我担心死了 陆帆 你没死又如何 我们林家这一切都怪你 你还有脸回来 一个黑龙会而已 居然把你们林家吓成这样 实话告诉你们 黑龙会我已经解决了 你胡弄鬼啊 崔黑龙的势力 连我们秦家都要伤筋动骨 救你一个废物还敢提解决 林远如 崔黑龙一定会报复你们林家的 到时候你们林家是死是活啊 这个决定权啊 就掌握在你们手里 你们看着办吧 秦少 你别生气 我们林家当然来仰仗您 想让我救你们林家也可以 让这个废物 立刻马上给我跪下道歉 我可以大发慈悲救你们林家 林远如 你还站在这个废物身边干什么 赶紧滚到秦少身边来 还有你陆凡 赶紧给秦少道歉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跪 我为你们林家解决了问题 我为什么要跪啊 我为什么要跪 陆凡 你真是个闹肿啊 口口声声说喜欢宛如 现在林家家族危急存亡 你连跪下 都不可能啊 我不跪 不是因为我是闹肿 是因为 你不配 林小姐 这是我崔黑龙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请您收下 原谅我之前的过错 怎么回事 还不快收下 你干呢 真晦气 崔黑龙 你什么意思啊 你好歹也是地下世界的康巴子 你居然给他下跪 真晦气 我到现在这个地步 还不是把你所思 你竟然还敢骂我 找死啊 你 鲁凡 崔黑龙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要了你们狗命 还有 林家 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我限你们十天之内 把林万荣给我送回来 不然 我要 我让你们陪葬 林小姐 请您原谅我之前的错误 把他收走 我可以接受 但一时间 这么多公司 我也打理不过来 要不 你把公司变卖了 换成资金给我吧 当然可以 只要林小姐能原谅我之前的错 我现在就去卖 即将破公司有个屁用 现在得罪了秦少 以后该怎么办呢 李宛如 你要是我们林家的人 十天之内 你去秦家给秦少登门谢罪 放心吧 十日之内秦家会改姓林 好大的口气 现在你应该告诉我 为什么崔黑龙会过来赎罪了吧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联合理事 买下了江南所有的医药公司 其实那个人就是陈凯 飞黑龙现在的急动彻底惹怒了陈凯 所以就把他给收拾了 原来如此 陆凡 就凭你为了宛如去黑龙会 就可见你的一份真心 我同意你们在一起了 我同意你们在一起了 太好了 妈 还有小枫 你们放心 以后宛如 就是我的命 我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 那就好 至于秦家的报复 就让他报复吧 妈 秦家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到时日 秦家就会彻底完蛋 对了陆凡 一会儿去帮我记一下我妹 我可能有事情不在 你走丢后不是被 方家领养了吗 怎么还有妹妹 她叫赵雪儿 是我高中的学妹 这小妮子平时在国外留学 最近才毕业回国 可能最近都要住我们家了 这样啊 那你放心好了 我会帮你去接她 好 少头 这是我公司变卖的所有资金 一共两个亿 请您查说 走吧 你这土包子怎么回事 我新买的衣服就被你弄脏了 不好意思 你这衣服多少钱 我赔给你 我这衣服两千多块 你赔得起吗 看你这样子 你活该当一辈子土包子 算了算了 别再爱我呀 慧气 猜猜我是谁 好了雪儿 别闹了 真没意思 又一次就猜出来了 好了啊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姐夫呢 姐夫 没看到姐夫啊 就看到一臭土包子 雪儿 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你姐夫 你好 我是陆凡 姐 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土包子就是他 陆凡 陆凡平时穿得是朴素了一点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对了雪儿 你不是说嘛 想买一辆带不得车吗 正好让陆凡陪你一起去 走吧 陆凡 你带钱了吗 放心吧 都带了 姐 我不需要他的钱 他一个土包子能有什么钱 我自己的车 我自己买 行吧 我明天还有事 你们两个先去 明天见 等一下进了车行你别说话 在旁边站着就行 别给我丢脸 这不是林宛如的高中根屁虫妹妹吗 哎呀 雪儿 好巧 你也来买车 要不一起啊 不用 我跟我朋友一起来 哎呀 这位是 皇上 您不用在意 他呀 就是一个我玩过的破血 一个穷鬼 你谁啊 哎呀 看来确实是个穷鬼 竟然连我的名字都没听过 看来确实是个穷鬼啊 小子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可是江南四大家族 王家的大少爷 同时也是雪儿的顶头上司 王上 你看他买车也只敢开这种十几二十万的破血 怎么可能会认识你呢 啊 十几二十万的车 也叫车 这破东西也会有人开吗 哈哈哈哈 啊 我可没有过分 你那姐姐架的 是一个我不要的破鞋 而你买车呢 也是我看不上的破车 告诉你吧 王上已经答应 会给我买一辆宝马 价值一百万呢 不就是一辆破宝马 值得你们这么炫耀吗 我现在就能给雪儿买辆更好 我没听错吧 陆凡 你送了几年外卖 就想买一辆跑车 别做梦 周温 外卖人兄弟 你别硬装了 你装算的伎俩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雪儿 你跟着这样送外卖的 是没有钱 不如今天晚上把我伺候好了 你别出十几二十万的车 就算一两百万的 我也能给你买 不可能 请你放尊重一点 谁心爱你这么破车 呵呵呵 尊重 雪儿 你别敬你不吃吃法酒 我告诉你 你现在被解雇了 你现在被解雇了 如果你还想要现在的这份工作 今天晚上来酒店帮我伺候好 否则 永远别想打进公司半步 我敢去不看 我还不行按着破公司呢 好啊 赵雪儿 你有国际 赵雪儿 不识抬决 那你就一辈子跟着陆凡这个废物 开那十几二十万的破车吧 云儿 我们走 都怪你 你逞什么能 叫你不要开口的 一张嘴就是吹牛 我吹什么牛啊 这车行里的车你随便挑 随便都能买 行了行了 别吹了 随便挑 我看 我还是抓紧买一辆回家得了 唉 先生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 刚才那两个人买的什么车 是一辆三十万的奥迪 已经签好订单了 有什么事吗 先生 一辆奥迪 你去把这辆奥迪给我换成 我们车行最贵的那辆马沙拉蒂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 这样做是不合规的 合规 我在这就是规矩 我告诉你 你们车行的老板可是我的朋友 要是出了什么事我都找 但是你要是现在不做 现在就可以滚蛋 好吧 赵雪儿 我看你等下要怎么求我 你好小姐 您购买的马沙拉蒂一共是三百三十万 怎么可能 我买的明明是奥迪 什么时候变成马沙拉蒂了 小姐 您购买的确实是马沙拉蒂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在车行搞鬼 这车我不要了 小姐 你已经签字了 已经出售该不退换 你 哎呀 赵雪儿 这 在这里闹脾气呢 是这位小姐买了车 却不认账 哎呀 原来如此 赵雪儿这可就是你的故事 你这车也买了 自己签了 那有不认真的道理 我看 你还是乖乖乖乖乖的 王上 他们哪是不付钱的 分明是付不起钱 你看 他们买的可是一辆马沙拉蒂 哦 没看出来啊 赵雪儿 你还有勇气买这种车 怎么样 是不是没钱付 我可以帮你啊 还是那句话 只要今晚好好伺候 只要今晚好好伺候我 钱 不是问题 我算是看出来了 肯定是你们在搞鬼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我告诉你赵雪儿 你要是不付钱 以后啊 就在牢里蹲着 没事雪儿 想让你坐牢 他们还不配 不就是一辆车吗 好 我倒要看看 车行他们敢不敢 知法犯法 张海 现在立刻 让江南车行的老板 过来见我 我要好好教教他 车该怎么来 好大的口气啊 要不是我知道 这是圣龙集团 名价的车行 他真被你给唬住了 你以为你谁啊 让老板出来 老板你出来 陆凡 你这个说大话 装模作样的 这是一点不明点 姐夫 你就别成了 我知道你想帮我 但你这样只会让我更尴尬 我没有成了 相信我 很快 车行老板就会过来 付金请罪 还付金请罪 我告诉你 就算老板来了 老板可是我朋友 你觉得他来了之后 是帮我 还是帮你 赵雪儿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今天晚上 要不要好好伺候我 不可能 好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老板 这里有人闹事 把他们俩给我抓起来 我要好好守卫你 男的腿打断 你得给我绑起来 送到我床上去 我要好好问他 为什么要闹事 跟我上 住手 张老板你来得正好 我在这里抓到 两个闹事的人 正替你教训他们呢 替我教训他们 我看闹事的人 是你王阳吧 对不起陆先生 这都是我管教不严 既然知道自己管教不严 那就好好管教管教 是是是 作为一名圣龙集团的销售 竟然提一个外人之事 悖逆客户 从现在起 被开除了 不配当车行的员工 还有你 胆大包天 立刻给陆先生 赔礼道歉 否则我马上让本安 把你抓到牢里去 我 对不起陆先生 我做了 请你原谅我 现在知道道歉了 你刚刚不是装裤装得很爽吗 雪儿 没解气的话 再去踢她两脚 居然敢用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威脅 我呸 我呸 姐夫 你太厉害了 竟然瞬间就扭转了局势 你怎么做到的 解气了吗 陆先生 鉴于对您的精神损失 本车行决定 将这辆三百多万的马沙拉蒂 所谓精神损失费赠福 还希望陆先生能撬纳 不用了 一辆三百多万的车而已 还不至于你们送 这辆车我买了 就当是我送给我小鱼子的礼物 亲爱的姐夫 对不起 之前是我小瞧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这么有钱 你呀 以后看人不能只看外在 是是是 姐夫教训的是 怎么可能呢 你就是个送外卖的 当初 你连一百万上车钱都拿不出来 怎么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豪车呢 那是你永远没说 姐夫辛苦了 快来吃点水果 你这小妮子怎么回事 有时不是不喜欢你姐夫吗 怎么今天对他这么好 之前是之前 当时我是不知道姐夫这么厉害 今天我们去买车 姐夫一口气 掏出了三百万 买下了一辆马沙拉蒂的 三百万 是这张卡啊 这是崔黑龙编版公司送过来的 一共两个亿 原来是这样 还不止如此呢 姐夫还让王家大少爷跪下来 在我们面前认错呢 王家可是江南四代家族之一 卢凡 你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 我想起来了 那个车行是圣龙集团名下的 应该是圣龙少东方的嘛 那家伙怎么老是阴魂不散呢 希望你以后知道 圣龙少东就是你老公 不会太惊慌 怎么了宛若 这个点还不睡觉 睡不着 现在公司遇到一个大问题 什么事说给我听听 目前江南市场的医药产业 动荡严重 我们公司也有很多货物 积压在手上 不过后天倒是有一场 圣龙集团的竞标会 如果我们可以拿下它 算了 这个项目对集团很重要吗 当然了 手握这个项目 就可以让现在的公司 一扫颓势 只不过 盯上这个项目的大企业太多了 我们根本拿不下来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说不定就拿下来呢 怎么可能 以我们公司的规模 拿下它 就跟天生掉馅饼差不多 放心宛如 我会帮你的 好了 我知道你想要帮我 你要是真想帮我的话 你快回去休息吧 好 那你要注意休息 我一会儿就回去 少主 听说明天有一场竞标会 没错 少主 你有什么吩咐 明天临时集团 也会参加竞标会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放心 少主 这次的项目 绝对属于临时集团 七家已经发话了 这次的竞标会 我们秦家 必须拿下 不容有误 放心吧 爸 这不过一个 小小项目的竞标会而已 咱们秦家 财大物大 财力雄厚 这个竞标会 我绝对稳稳拿下 不会有任何家族 跟咱们作对的 虽然如此啊 你也要认真应对 这是明天 参加竞标的 五四名单 灵氏集团 好啊 灵宛如 你一个小货公司 还敢参加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正好吧 我就借这个机会 让灵宛如好好看看 她和咱们 到底多大的差距 我们公司还是太小了 这么大的项目 不是你我能争的 要不 我们还是先回吧 放心吧宛如啊 万事没有绝对 说不定我们这次就成功了呢 嗯 我们先进去吧 哟 我就说嘛 怎么那么臭 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 陆凡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么大的拍卖场 也是你一个穷狗 能过来的呢 别逼我叫谎安 识相一点的 赶紧拱 陆凡 实话告诉你 你赶紧给我滚 今天的拍卖会 来的都是 将往我头有脸的任务 不是你这样的废物 来搅打小闹的 就是啊 秦少说的没错 你们两个也不撒旁药 照照自己 她敢来这种地方 不怕脏了这里的椅子 我寻思着 我也有竞标会的邀请函 可以和你们同台竞争 怎么就不能来了 陆凡 你该不会还真的 想参加竞标吧 就临时企业的规模 这里的任何一家企业 都可以分分钟影碎的 陆凡 实话告诉你 今天的竞标会的项目 我们请将看上了 而且我可以 直觉了当地告诉你 今天的项目 一定归我们秦家 你拿什么 跟我们秦家比 陆凡 秦浩天说得对 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 好 秦浩天 我也不知道 你哪来的自信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敢说 非你莫属 那我也告诉你 这秦氏集团 今天 会输给 林氏集团的 吹牛不打草稿 吹牛也敢叫下来 行 那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破公司与豪门的差距 欢迎大家 我冉家 两个亿 还有吗 还有吗 我秦家 出价 两个亿 两个亿 这不愧是秦家啊 一出手就是两个亿 这我们可争不过呀 是啊 秦家看样子 对这次项目 势在必得 不张家放弃了 我陈家也放弃 这项目资格 最终还是归秦家左右 哎呀呀呀 这哪跟哪呀 刚刚在门口的时候 就是林氏集团的 陆凡先生 很有自信 拿下这个项目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连口价都没敢叫呢 肯定是怂了呗 两个亿啊 就算他把整个林家 卖的都凑不出两亿 拿什么警官啊 我寻思着 你们也没拿下项目资格 怎么就敢这么嚣张啊 想看我竞拍是吧 好 那我就竞拍给你们看 我代表林氏集团 出价 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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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陆凡 你该不会是过来 丢人现眼的吧 这陆凡 怕不是个 哗众俱虫的傻子 陆凡 我本来以为 你过来丢人现眼的 没想到你是过来搞笑的 你先搞清楚 判卖会的规则 再过来丢人 好不好 就是啊 且不说拍卖的规则 是从低到高 你说你出价一块钱 你是觉得 盛龙集团的项目 只值一块吗 陆凡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放心吧 宛如 等一下他们就知道了 还等一下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 怀疑某人在 挡乱现场秩序 保安 保安 先生 请您离开现场 圣龙集团的拍卖会 可不是你来闹事的地方 好了 不陪你们玩了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拍卖关 是时候敲锤了 时间到了 我宣布 本次圣龙集团的项目合作人选是 离世集团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明明是秦少出价最高 为什么最后项目却给了灵世集团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啊 这小子一关就出了一块钱 凭什么项目资格给他呀 你有黑幕对不对 抱歉先生 这是竞标会上的一条隐藏规则 价低者得 陆先生的一块钱是全场最低价 所以这次项目归他所有 不可能 这 这哪门子规矩 这是我们圣龙少统亲自治理的规则 秦先生 您莫不是想要违抗我们少统 看来秦少爷并不知道这条规则 那么这次的项目资格就感谢秦少爷 拱手相让 啊 我就说了 原来你这个废物 早就知道这条规则 难怪又抵击过来竞标 行 这次算你赢 等下次 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给我等着 哼 宛如怎么样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能成功呢 这 这样真的拿到了 陆凡 谢谢你 我是你老公谢什么 这是我应该做的 该死的 这个陆凡 只不过一只臭水哥的蝼蚁而已 臭臭跟我作对 林尚 你之前不是说十天之内把林宛如送到我们秦家吗 这都第九天了 林宛如呢 秦少爷 你也看到了 林宛如一直都跟陆凡 黏在一起 如胶似漆 我想送他也没办法呀 这该死的 要你有何用 你不把林宛如送我了 之前我答应你的钱 你只会一分别想要了 秦少爷 喜怒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 快说 是这样 林宛如有一个妹妹 叫赵雪儿 她刚从国外回来 他们关系一向很好 如果你用赵雪儿来威胁林宛如 你有什么条件 她都会答应你 你确定 确定 好 林宛如 我只不信你这次 你敢不从我 陆凡 这次的合同多亏你了 没想到我们竟然 真的能拍下来 你我之间有什么好谢的 喂 姐夫 今天晚上带上我姐 咱们一起来琉璃酒吧 就当是 感谢你之前为我解围 就这样 位置我都定好了 我们不见不散哦 奇怪了 雪儿说她定的是三号桌 怎么不见人 没事 我打电话问一下 雪儿有危险 你好 请问三号桌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人 是啊 没错 那她人去哪儿了 她呀 小妹妹 你谁啊 跟哥哥走一趟吧 我们家少爷要见你 你们少爷是谁 秦浩天 你 秦浩天 他竟敢 陈浩天 陈浩天 秦浩天把雪儿抓走了 宛容你放心 我想你保证 她一定没事的 我现在就去找秦家 让她好好算账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先回家好好休息 雪儿我去救 你放心 陈浩天 随和龙 立即召集所有人到我身边来 收拾秦家 为什么 因为秦家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秦浩天 啊秦浩天 看来是我对你的宽容 让你越发肆无忌惮了 秦浩天 是你 你居然敢抓我 你居然敢抓我 赵晓 我欠你认清现实在来骂我 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是吗 你要对我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让我们好好享受享受的 弄不了刘文如 我还弄不了你这个小表情 你不怕则监狱吗 监狱 我告诉你 在江南 我们秦家就是法律 谁敢抓我 我劝你 就不要再争吵 你耍我耍的事情 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的天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个臭丫头 给脸不要脸是吧 我今天就要把你给损了 秦浩天 我今天就要把你给损了 秦浩天 放开你的脏手 不凡 你小子胆子够大 还真敢 姐夫 你不该来的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谁让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的嘴巴说好 不凡 你个臭丫头 如梵 既然你来了 那就别走的 今儿 我就把你留在这儿 除非你把零食禁门的项目交出来 我去大把自卑饶你一命 不 姐夫你不能交 那项目对姐姐非常重要 快点 我不会死 项目更不能交 今天真正留在这里的人 是他 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的地步 你过来 把这个废狗的狗腿 给我打断了 上 都出了吧 陆先生 整个黑龙会都替您的吩咐 什么 黑龙会 是姐夫你的人 果然 我就说崔黑龙怎么突然叛变 原来早就向你偷尘了 看来陆凡尼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还算你有点本事 但是 你以为我们秦家 就这点底蕴吗 介绍一下 这些都是其他的地下组织 江南的地下组织 绝对不会只有你崔黑龙一家 陆凡 你赢不了我 你输定 七号天你个王八蛋 你是不是 姐夫 这该怎么办 真不应该来的 不用担心 就这么点歪瓜裂子 就觉得你得益成这样 我当然得益 你在十分钟之内 能找得压得住 不然 你还有整个灵家 都得完蛋 非要比势力是吧 好 那我让你瞧瞧 什么叫真正的势力 召集集团所有精英人员 全部到我身边了 立刻 马上 不是吧 这你都这么疯了 该死的 我给你台阶下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我告诉你 现在在这里 我就是规矩 你最好等一下也能说出这话 你小子 你小子还嘴硬呢 是吧 我今晚就告诉你 谁才是老大 齐浩天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我善意地提醒你 现在立刻放到陆先生 跟赵雪儿 小黑龙 小黑龙 现在知道错了 现在知道求情认错了 对不起 晚了 认错 怕是没有搞错吧 崔黑龙不是在给你认错 他是在帮你求情 你小子狠在装呢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出手 可强 动好 何人敢动我少董 秦浩天 你好大的胆子 连我们家少董都敢动 这 这 什么情况 陈海主妇 您 您怎么在这里 少董 对不起 属下来晚了 少董 来得不算晚 这位秦家大少爷 正想和我比家事 秦浩天 你不是要我找一个 压得住你的人吗 不知道我这 圣龙少董的身份 要不压得住你 圣龙少董 你这样是 是龙少董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您饶了我 今后的余生 你就在牢里度过吧 你 还有你情间 没有存在的必要 陆爷爷 是我永远无珠 是我永远不知泰山 您就饶了我吧 从此以后 我给你当牛做马 现在知道求饶了 晚了 带走 是 天哪姐夫 你居然就是传说中 天下第一财团 圣龙财团的少董 你真是太厉害了 不用太惊讶 以后的惊喜还多着呢 天哪 还是太难以置信了 不过姐夫 你为什么不早点 告诉姐姐呢 你姐她好像 不喜欢圣龙少董 为什么 因为你姐觉得 她跟豪门的相距太远 跟圣龙少董 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想等她容易接受了 对了 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你姐 我们俩现在 正在培养感情 我想等时机成熟了 再告诉她 嗯 我知道了 爸 爸 爸 你怎么了 怎么昨天一晚上没有回来啊 不好了 江南要变天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秦浩天被抓 秦氏集团被查封 秦江完蛋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 说不上得罪哪个大人物了 这 请问 这是江南林家吗 没错 这里是林家 您来有什么事吗 那就没有错了 我们是京城陆家 是来给林家送聘礼的 是 是京城最有钱的陆家 没错 聘礼清单如下 凤凰玉佩一枚 帝王首饰一套 中海别墅一套 建金两个亿 外加一百万美金 最后 送永杰同心钻石一枚 祝林小姐与大少爷 永杰同心 百年好合 老爷 聘礼已经送到林家了 小凡没有拒绝吧 陆凡公子并不在现场 我担心他们拒绝 放下聘礼就立即离开了 这算是对小凡这些年的补偿吧 希望小凡可以明白为父的良苦用心 音音啊 你说陆家 看着我们林家哪个女儿了 我们林家一共就两个女儿 天王如刚寻回来 而且都已经有老公了 所以 当然是看着我的宝贝女儿音音了 小凡啊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现在的陆凡 是圣龙少董 龙一门少主 跟京城陆家 没有半点关系 小凡 爸知道你这些年被冻结自禁 无依无可 受了许多苦 你怪爸妈 爸妈理解你 但现在 也是该让你知道真相吗 真相 没错 当年强行送你入龙门的人 是你的爷爷 如果不送你过去 他公有性命之勇 所以 我们才迫不得已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再追悔莫及都没有用 也是啊 对了小凡 我送你的林家平礼 你收到没有 病礼 什么病礼啊 陆凡 你听到消息了吗 秦氏集团被查封 再过几天叫拍卖 听说起拍价 才一个亿 如果我们能把它给拿下 到时候 不仅公司的体量可以变大 而且可以高整无忧了 那现在咱们就把 秦家集团拿下 好 傻丫头 要不是怕你拒绝 我都想把秦氏集团送给你 王上 听说秦氏集团被拍卖了 起拍价一个亿 是啊 怎么 你方家对秦氏集团也有兴趣 那当然了 秦氏集团市价二十个亿 如果只用一个亿拍到的话 那可就赚大了 王上 听说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员 是你 你放心 我还能不明白 你这个小骚货的意思 只要你把钱凑够了 拍卖会上 我就能帮你一把 音音 这驾着百万的车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关你什么事啊 我现在有的事情 哼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女儿 已经被京城陆家所看中 陆家已经下了聘礼 我女儿 马上就要飞上之头 变凤凰了 怎么样 厉害吧 京城陆家的看中 你们呀 在收聘礼前 都没有认真学问过这聘礼 到底是给谁的 别到时候弄错了 人家要回聘礼 你们又给不起 真是吃不到葡萄 我说葡萄酸 我们林家的女孩 除了我 还能有谁 云儿啊 不用跟他们说 他们是嫉妒我们 走 起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事 只是很快就有 好戏看了 说吧方元月 你找我们到底想干什么 听说你们最近收到了 京城陆家的聘礼 价值两个多亿 没错 你们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来跟你们谈一笔大生意 什么大生意 你们应该知道秦氏集团 即将被拍卖的消息吧 起拍价格一个亿 我是来跟你们合作的 一起拍下秦氏集团 方元月 你搞错了 我们家只有两个亿 不是二十个亿 秦家背后那么多眼睛盯着 我们拿什么拍 这就是我来找你们合作的理由 拍卖会场的拍卖员 是我的朋友 当天 他会帮助我们 而我只需要一笔资金 就可以用最低的价格 拿下秦氏集团 大小姐 你能确保万无一失吗 可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当然 你们可要考虑好 秦氏集团市价二十个亿 足足十倍的收益 到时候 我四你六 如何 好 我就借你两个亿 合作愉快 到时不见不散 合作愉快 爸 方云云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真的答应她 当然要答应她 你在林家 真的想让林宛如 压制你一辈子吗 只要我们拿下秦氏集团 他林氏集团算个屁呀 秦家会以我们为主 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行 爸 不应该啊 这么大个拍卖会 怎么会这么点人 可能那些人有事来不了吧 林宛如 怎么你们也来竞拍秦氏集团 上次你们侥幸得到一个订单 该不会以为这次和上次一样运气好吧 林音音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还站在方云云旁边 我当然是要跟她竞拍的 林音音 你是我的家人 你不帮着我 还要帮着她 你还有脸说我们是一家人 你现在林氏集团有点成就 你想过我们吗 林宛如 我告诉你 我不但要和你竞拍 我还要从你手里 把秦氏集团给抢过来 林音音 你用那聘礼来竞拍 你可得想好了 可别到时候出现什么意外 你又得亲自负责 能出现什么意外 我告诉你 秦氏集团 我势在必得 这 宛如 他们不是想要秦氏集团吗 送给他们 放心 等下他们会把集团 亲手送给我们 欢迎各位来到 本次拍卖会的现场 我是拍卖师王阳 下面就与我 来主持本次的拍卖会 本次拍品 为秦氏集团 起拍价 一个亿 一亿两千万 好 一亿两千万 还有更高的吗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八千万 一亿九千万 我还能不知道 你这个小骚货 是什么意思吗 只要你把钱错够 拍卖会上 我就能帮你 两亿 好 两亿一次 两亿两次 两亿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女士 秦氏集团股份 现在归你所有 林婉儒 我说过 我会从你手里 抢过秦氏集团 现在 秦氏集团 归我们 林音音 不 林总 现在他们秦氏集团 已经被你拿下了 像他们这种底层公司 用不了两天 就会被你踩在脚下 听到了吧 林婉儒 这就是你之前 看不起我的代价 你最好现在 就向我道歉 不然 我很快就会让 林氏集团破产 相信我 我现在有这个实力 林音音 你最好记住 你现在这句话 等一下 你会跪下来求我 笑死我了 我会跪下来 送你个秦氏集团 我现在是秦氏集团的 掌舵人 身价比你们还要高 拈死你们 就像碾死只蚂蚁 这么简单 应该跪下来的人 是你们才对吧 不跟你废话 看那边 人已经来了 路了 您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啊 林小姐 我们过来 是要回聘礼的 这 为什么呀 这送出去的聘礼 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而且 我也没有拒绝 这门婚事啊 林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们路家 定的林小姐 并不是你 所以这个聘礼 自然也不属于你 请林小姐 把聘礼还给我们 这怎么可能会弄错 当时不是已经承认了吗 那只是刚好 与林小姐 同姓罢了 还行 林小姐 立刻把聘礼还回来 陆老 你能不能 再宽限几天 我过几天再还你聘礼 我刚才 已经派下秦氏集团 要不 等我将秦氏集团出手了 我再还给你 我们可没时间 陪你等 你现在 立刻 把聘礼送回来 送给路家 要不 我把秦氏集团给你们吧 他加着二十多个亿 你们赚大了呀 一个小小的秦氏集团 我们路家 还不放在眼里 我们想要的就是聘礼 你直接给两个亿就可以 凤云 你们方家借我两个亿 我到时候还给你 这可是你的聘礼 跟我可没有关系 再说了 我也没有这么多钱 你 表姐 求求你 借我两个亿 我到时候一定还给你 林音音啊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我说过 你会跪下来 亲自把秦氏集团送给我们 你 我说过 你会跪下来 亲自把秦氏集团送给我们 你 表姐 我们可是一家人 一定要帮我 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我可以帮你 但你要将秦氏集团 以一个亿的价格让我 另外一个亿 我可以接你 一个亿 我可是花了两个亿拍下来的 这不可能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宛如 我们走 表姐 我求你了 一个亿 就一个亿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这分明是李宛如设下的圈套 我找他去算账 等等 王上 您怎么来了 我这次来呢 是为了拿回属于我的股份 当初说好的 我给你们敲锤 秦氏集团 被你们得到之后 你们要给我一定的股份 现在这锤也敲了 股份呢 王上 你也看到了 陆家 是我们万万不能惹的 当时那种情况 我也只能将秦氏集团给贱卖了 你还有俩给我提这个 秦氏集团有我的股份 你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它给卖了 今天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给我拿出股份 灵依依 你就别想活了 爸 王上 你放开他 要啥要管你宠我 药股份 我们现在没有 该死的 真以为我不敢弄你们是吧 王上 别生气嘛 音音 你也知道 王上的权势大的惊人 他可绝对会说到做到 但是 我知道你们掏不出股份 不过 我倒是有办法 灵氏集团是医药公司 如果他们的药出了问题 卖的是假药 吃死了人 你说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肯定是会坐牢的 但 林宛如的公司 不可能卖假药 他们的医药公司 一直都没有问题 你是说 对 就是做假证 你们是林家人 林氏集团进出自由 相信这方面 比较好下手 只要伪造出证据 我们就可以重新拿回 甚至更多 这个主意不错 是生是死 就看你们自己了 好好考虑吧 林总裁 请问最近林氏集团的 作材药属谁吗 据说林氏集团 最近医药检测不合格 是真的吗 林总裁 医药可是大事 林总裁 宛如 这些记者都说 药是假的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前段时间 医药监管局来公司检查 结果我们公司的药品 全都不合格 这件事先起了 很大的舆论 怎么可能啊 我们集团的药 全部由我亲自把关 不可能出事 是啊 我也觉得 肯定是有人背后害我们 但我们抓不住凶手 而且事态越来越严重 现在已经控制不住了 你放心宛如 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没办法的 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老实说 只有医药局的人能帮我们 又或者 是江南势手那样的大人 但我们现在都没有这层关系 相信我宛如 这事 我会给你解决 陆先生 您现在有空吗 什么事 快说 是这样的陆先生 我们江南势的尸首 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 情况危急 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 我思来想去 觉得你应该有办法 您看 您过来看看可以吗 周尸首 好 我现在过去 老秦来了 你请的神医呢 来了吗 当然 陆先生 这位是孙权 中医医院的副院长 同时也是医药监管局的局长 孙权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 医术通天的神医 神医 这位还没有我儿子大的毛头小子 竟敢称神医 当然 陆先生的医术是我亲眼所见 绝对超凡脱俗 当得起神医二字 光潜 医术的高低从来不在于年龄的大小 话是没错 但这屁大的小子 你说他是神医 谁信啊 小子 你是哪家医院的医生 我不是医院的医生 如果说你非要我的名号的话 我属于林氏集团 这 林氏集团 就是被查出制假药的林氏集团 齐轩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找一个制假药的人来给尸首看病 你 你这不是陈信耀 害死尸首吗 好你个齐轩人 我看你是中医协会的会长 才把我爸托付给你医治 结果 你几个这假药的人来 骗我 我看 你是相信监狱吧 周少爷 你听我说 林氏集团从来没做过假药 那件事情纯属无稽之谈 况且 陆先生的医术 你也是我亲眼所见 好了 秦会长 好言难劝该死鬼 一分钟之内 他们会来求我的 求你 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你也不趴厕所里 乘乘你有几斤几两 你一个卖假药的装什么生意 来人给我轰出去 动手 住手 快住手 快住手 陆先生 是我永远不知泰山 您既然能看出我爸的病症 那您一定有办法解决它 还请您救救我父亲 还请您救救我父亲 现在来求我 刚刚不是觉得我还没本事 想要赶我走吗 是我们 永远不知泰山 都是我们的错 还请陆先生 陆先生 周释手 不能再拖了 请您出手吧 好吧 看在你们求我的份上 那我就 救释手一次 周释手的病并不严重 我这里刚好有一包做消药 冲三包喂给释手 保管药道病毒 好 这药真的有效 我爸真的醒了 爸 你怎么样 刚才 刚才跟死了一样 这是神药 既然几包药 就能医治好 尸首的恶极 陆先生 这药 能让我看看吗 这不是之前灵氏集团查出来的假药吗 这种不合格的假药 怎么可能有这种神效 怎么可能有这种神效 假药 哼 这药可是陆先生亲自研发的 药效神奇 不可能不合格 是有人背后故意陷害 没错 这药 无论是从包装 还是里面的成分 都与我们之前检查的不同 陆先生 对不起 是我们之前没有查清楚 无妨 现在查清也不止 岂有此理 没想到 有人竟敢在我眼皮底下 这种事情 陆先生 你放心 我一定把假药的事情 查清楚 感谢你 对我救命之恩的 微不谢礼 没错 这么一种好药 做事被诬陷成假药 这简直是 医学尽了一大损失 陆先生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还你 还林氏家族 还林氏集团 一个公道 凤云月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来揭穿你卖假药的真相 林宛如 你身为林氏集团总裁 林氏集团卖假药这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姐 咱们公司做过假药 怎么可能 林氏集团向来遵纪手法 我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你说我们卖假药 你有什么证据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证据是吧 看好了 这是药品监管局的检测报告 上面清清楚楚地解决 你们林氏集团的药品检测 不合格 林宛如 证据就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 我说怎么最近 这么多假药的舆论 原来是你 王伟一家人对你这么好 你就这样对我们 老妹 你们家好的时候 可曾想过我们家 这叫大义灭亲 林宛如 我们没必要耽误时间了 记者可都在后面等着 现在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把林氏集团让出来 交给我们 否则 我将证据交给记者曝光 你们林家 就等着吃牢饭吧 做梦 林氏集团是我的心血 这辈子都不可能给你们 说的没错 我们林家 一定跟你们抗争到底 你们是真以为我不敢把报告单交出去是吧 还抗争到底 现在我只要把报告单往身后一扔 你们林家 都得玩玩 是吗 我倒想看看 是怎么玩玩法 陆凡 你还真敢来啊 林宛如是你老婆 林氏集团出了问题 你也脱不了关系 没错 到时候 牢饭有你一份 哈哈哈哈 欧阳 我看当初给你的教训 还不够吧 啊 就现在拿着一张破纸 就敢说坐牢 简直是一小天开 好啊 你们都不怕死是吧 不想交出林氏集团是吧 那就都去坐牢吧 我劝你们考虑清楚 坐牢和林氏集团到底哪个更重要 没错 兄妹 林氏集团交也交了 反正由我来打理 东西里一样 林氏集团的假药 是我做的 跟三个孩子没关系 要抓 就抓我吧 妈 你没必要去我们顶村 孩子 你是不知道江湖险恶 如果这事不解决 他们会一直抓你把柄 到时候 可就不只是一个林氏集团 那么简单了 放心吧 这事由我来 妈 不需要你来 女家之罪和换子 不就是个小小的麻烦吗 我来解决 你一个吃软饭的 有什么底气敢说这样的话 我现在让你开心 你自己到底有多废 记者朋友们都看一下 这就是林氏集团做假药的证据 记者朋友们都看一下 这就是林氏集团做假药的证据 妈 妈 现在知道后悔了 晚了 我告诉你 等你们一家人入狱 林氏集团就会像秦氏集团一样 被查封拍卖 我到时候把他买下来 一样还是我 王少爷 求求你 妈 放过他们吧 妈 林氏集团可以给你 但是三个孩子是无辜的 放过他们吧 滚 现在求人 晚了 王羊 我看你是真的想死 我想死 你问问我身后的记者朋友们答不答应 林总裁 请问林氏集团卖假药是真的吗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这可是要坐牢的大事 林总 你有没有证据自证一下 卖假药 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都是造谣 至于证据 你们都想要证据是吧 好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周氏手 他们怎么来了 好啊 陆法 你们林氏集团做假药的事 竟然把周氏手都惊动了 这下子你们必死无疑 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们 连周氏手都来新生问罪了 这下真完蛋了 和美 你们一家座郎 可别怪我 这可都是陆凡的罪魁祸首 本来林氏集团交也就交了 可是陆凡非激怒王上 告得大家不坏而散 这就是陆凡的祸 好一个我的锅 你们怎么就确信 周氏手术过来给我们治罪呢 那不然呢 没想到连您都惊动了 您过来 是给林氏集团治罪的吗 治罪 治什么罪 我们是来送锦旗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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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别挡到 林小姐 您公司的药堪称诊药 这是我父亲送给林氏集团的锦旗 请务必收下 这 周氏手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林氏集团这是一家卖假的乌德企业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神药 是啊 氏手大人 会不会是您弄错了 放肆 氏手的决定你没敢质疑 告诉你们 我父亲身患重病 请了许多医师都无济于事 要不是林氏集团的神药 我父亲到现在也不可能痊愈 这样的神药 你们居然敢说他是假药 没错 作为林氏集团的医药顾问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们都错怪林氏集团了 是啊 齐会长可是大人物 有他作证一定是真的 还有失手 连失手都说了 你竟然是林氏集团的医药顾问 怎么 我是不是顾问 还需要向你请示了 不敢 不过齐会长 您纵然是医学界小当当的人物 但您也有疏忽的时候 我说林氏集团制作假药 可不是心口刺破 我是有证据的 市长 会长 这是林氏集团的药物解释报告 上面白紫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林氏集团制作的药物 就是不可格的 周市长 您被药物治好 我不敢质疑 但林氏集团制作不合格的药物 也却有稀释 还请施主大人您 即刻给林氏集团治罪 不合格的药物 黄雅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搞什么小心思 你这药 根本就不是林氏集团的 是你伪造的 胡说八道 这就是当时林氏集团 作息解释的药物 还死不承认 作为林氏集团的医药顾问 没下出场的药物 都会有一份我亲笔签名的通货证明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 王阳 想污蔑林氏集团 先回家把你的造假技术 好好练练吧 我就说嘛 我女儿绝对不会干缺德的事情 卖假药 周市长 王阳造谣污蔑的事情 对我们公司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 是不是该进局子了 没错 王阳 别以为你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瞒天过海 先是在情事集团的拍卖会上 寻思舞弊 然后又污蔑林氏集团 造谣声势 王阳 你涉嫌寻思舞弊 造谣滋事 现在 就将你去留 放开我 周市长 放开我 别走 周市长 我无罪 还有你们 情事集团 是你们拍下的 一旦发现你们参与其中 定斩不饶 诺凡 谢谢你 这次要不是你 说不定我们全家人都得入狱 你是我老婆 说什么谢谢呢 为你处理麻烦 那是我的职责 对了 你究竟是怎么认识 尸首那样的人物 还有陈海 他好像跟你关系很好 就因为你是神医吗 想知道吗 嗯 我告诉你 你可恶 温如 你还记得你之前说过的话吗 什么话 你之前说 你是个小人物 跟那些富豪太太的距离太遥远 而现在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们把林氏集团做得越来越大 咱们林家现在也算得上是江南的豪门之一了吧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已经从小人物 退变成富豪太太了 这一切 好像做梦一样 宛如 我们的婚礼快到了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 挑选一杯戒指 那当然了 戒指可是爱情的象征 你要在婚礼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亲手给我戴上 我会在那天宣告全天下 你林宛如 就是我陆凡的妻子 气死我了 没想到陆凡这个窝囊废 竟然还有尸首这层关系 连王少都被他送入狱了 喂 喂 是凤云亿小姐吗 是我 怎么了 你的母亲刘一芳刚刚晕倒 现在在医院 你快过来一下 什么 好 我马上就过去 检查报告出来了 你妈得的是胃癌晚疾 怎么可能呢 我妈是医生 她怎么可能得胃癌呢 检测就是这样 那治疗的费用是多少 大概一百多万 你得准备一下 上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王少 求求你了 借我点钱吧 借钱 你竟敢还好意思找我借钱 要不是你出了馊主意 我至于被关进橘子里 你知道我脱了多大关系才出来的 求求你了 王少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妈妈的病很重 就靠这一笔钱了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的 你妈的病 关本校省事 死就死了 还有啊 本校的钱就算扔了也不能敌你 滚开 这都是以前陆凡送我的首饰 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哪怕是便宜货 几千块也有吧 不管了 现在妈的治疗费 就是个无底洞 能凑一点 就凑一点吧 美女 你这条项链是赐品杀金 我们店不收 什么赐品杀金 这是我最珍贵的项链 残赐品的杀金 你好意思拿来见店 我们店真的不收 陆凡 陆凡 跟了你三年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我 你就这么糊弄我 很大 丝不丝干 方语玉 陆凡 你怎么在这 这里是你家吗 我想去哪去哪 陆凡 我们别管他 去看珠宝吧 等等 你们要去看珠宝 李宛如 他就是个假人假意的货色 让他给你买珠宝 绝无可能 我跟了他三年 他就给了我这些 破铜烂铁的垃圾 破铜烂铁的垃圾 方语玉 你可得想清楚 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变成垃圾了 少废话 我刚才在这里鉴定过了 全都是些垃圾 我正准备拿去丢掉 李宛如 你可要想好 我跟了他足足三年 就这么糊弄 你 好自为之 你给我等等 我倒想看看 我怎么对不起 麻烦您帮我鉴定一下 我倒想看看 这些珠宝到底是不是残次品 小子 不用浪费时间了 我刚刚都已经看过了 这些都是垃圾 没什么好鉴定的 听到了吗 陆凡 还不把这些垃圾给我扔走 现在看到这些就觉得烦 陆凡 手势的真假并不重要 你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的对 但这么多年 我送给他这么多珍贵的手势 却被他说成是假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您刚刚鉴定的是这条对吧 没错 这个 就是假的 这个 是次品杀金 垃圾 抱歉 这条不是我送的 你帮我鉴定一下这条 小伙子 别浪费时间了 你这都是假货 有什么好鉴定的 我劝你仔细再看看 这 这难道是铁石之类 什么铁石之类 就是 这是三年前 外国众名设计师打造的项链 全球一共就只有四件 当时光他的价格 就有六千万 现在的价格还能够更高 没想到我这辈子 还有幸能够将他天使之类 我的天 死而无恨了 死而无恨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 不可能 我很确定 像这样珍贵的珠宝 是不可能出现防盗的 不可能有错 包括你这个袋子里的 其他饰品 这些价格 都不低于这枚天使之类 真的是可叹 这么多名贵的珠宝 你竟然装在一个 装垃圾的袋子里 不可能吧 你陆凡不是一个送外卖的吗 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陆凡 陆凡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 这样 我们今晚就圆发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觉得破镜能重圆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陆凡 方云月 你不要再讲了 破镜不能重圆 你趁着自己现在还年轻 还有很多的机会 宛如 宛如我求求你了 你别把陆凡抢走好不好 你把陆凡还给我 我只有他了 我求求你 是你自己不要他 不是我抢走的 宝安 把这凤凡娘给我赶出去 太影响我们电客户的消费体验了 宛如 宛如你把陆凡还给我吧 宛如 宛如我求求你了 宛如 宛如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姐夫 你跟姐姐的婚礼日子是不快到了 没错 怎么了 那你们婚礼位置选好了吗 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 绝对符合姐夫你的身份 要不 我们先去那看看 讨厌 不愧是江南最豪华的酒店水晶宫 那里的装修可真是奢华 还有刚进门的水晶溜里展 和南海翡翠 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 装饰还不错 是个好地方 那我们再去别处瞧瞧 哟 我倒是谁这么不开眼 原来是我们当初的赵小华 蒋小琴 张远 我以前的老同学 那女的因为没我漂亮一直跟我作对 我刚刚还说 是哪个土包子这么没见过世民 原来是我们当初的赵的小华 赵的小华 你当初在学校 可是受万人追捧的 怎么到现在 连几个酒店都要大惊小怪的呀 要你管 还记得我吗雪儿 当初在学校我还追过你 拿开你的脏手 谁呀 雪儿 这个农民工大叔 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他是不是我男朋友 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眼光可真差 张远可是张家的大少爷 身份尊贵 你放着好好的豪门少爷不一样 竟然均手找了一个肮脏的农民工 不过呀 我还得谢谢你 当初要不是你拒绝张少的追求 我也不会成为张少的女朋友 看清楚差距了吗 雪儿 这你当初拒绝我 现在后不后悔 是 我非常后悔 我后悔跟你这样的臭屁鬼在一个学校 就你这德行 哪里比得上我的陆凡格格 行了 那就不废话了 我在楼上举办了同学聚会 正好你来了 一块上去聚聚 我才没空去什么聚会 雪儿 你不会不是没空 是不敢吧 也是 找到这么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男朋友 也确实挺羞耻的 你 不就是聚会吗 去就去 呦 张少 你终于来了 这位是 哦 你是服务员吧 你是服务员吧 来来来 我们人都到齐了 赶紧上菜 同学 我长得就这么像服务员 陈月亮 人家可不是服务员 它是我们赵大笑话的男朋友 ystSi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 堂堂笑话居然长了个服务员的男朋友 什么笑话呀 我看呀 分明就是个笑话 露凡不是服务员 她更不是什么农民工 她比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 赵大笑话 你这样说话 心就不痛吗 我们这些 从贵族学校毕业的高材上 难道还比不上这个臭龙面 就是 瞧他那副穷酸药 估计连什么是贵族学校都不知道吧 行了行了 大家都少说两句 咱们赵大笑话 那也是要面子的呀 少说他痛楚了 这站着快累 坐 这位农民工赶紧上桌吧 这可是水晶宫酒店上好的饭菜 像你这样的农民工 这辈子你就能吃上这一次 好好珍惜 果然是农民工 见到点高级菜 跟总见到水 就是 和这样的人在一桌 真是晦气 你们真是够了 实话告诉你 陆凡他可是 几万块钱 这小妞 拿着你的臭钱 给老子滚 你 你给我等着 张少真霸气 不愧是张家大少爷 就是 还好张少在 不像某些人 女朋友都被欺负了 还在那一个家的吃东西呢 就是 我看啊 刚刚要不是张少 他怕是连女朋友都保不住 哎呦 可真是个窝囊费 听到了吗 这种窝囊费的男人 早点放得丧了 没钱没事就算了 还当起个缩头乌龟 这种男人 你叫他干嘛 谁说陆凡保护不了我的 当时我被秦浩天抓了的时候 就是陆凡一个人救了我 赵大笑话 怎么一段时间不见 你竟然染上了吹牛的毛病 还秦浩天 你不会是想说 当初秦家覆灭 是你这个农民工男朋友 一个人干的吧 你 还是张尚好啊 有钱有势 而且为人务实 还不做错 我就不理解了 不就是赶走个屁大点的臭虫吗 觉得你们高兴成这样 张 张远是吧 你真的以为把他推出门去 他就真的走了 就是他们回去了 哈哈哈哈 哟 小子 刚刚不是很狂吧 来来来 再狂一个 哈哈哈 是嫌 小子们 告诉他们 老子是谁 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水晶宫酒店老板的儿子 水晶宫太子仪 杨俊良 杨少爷 水晶宫酒店的杨少爷 这可是比张少爷更厉害的人物 完了 这下可完了 哎呦 杨少 没想到居然是你啊 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们张少和你们水晶宫还有合作 我们啊都是一家人 是是 这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自罚三杯 谁说我跟你一家人啊 刚刚还踹了我一脚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小妞儿 你的靠山现在没了 能过来 好好和我玩玩吗 不可能 找死 给脸不要脸 不不不 杨少您息怒 杨少我们雪儿会陪您的 雪儿 这可是杨少 是分大的惊人 我劝你最好乖乖陪他 就是雪儿 人家杨少身份滔天 若是看中了你 说不定还能一步登天呢 是啊 你不去 我们也得收千脸 你们 是啊雪儿 你就陪陪杨少吧 好一桩屈炎覆尸的信吗 周远 你刚刚还不是吹嘘自己说 自己务实不作作吗 怎么 一听到人家身份 立马就怂了 你个农民工 居然敢羞辱我 屈炎覆尸又如何 老子这叫实实物者为俊杰 杨少 这人就是雪儿的男朋友 哦 男朋友 我就喜欢有夫之妇 小子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第二 现在就杀了你 我选择第三 跪下 向我求饶 你小子找死是吧 我的手指 杨少 都给我上 一个也不要放过 今天一个苍蝇都飞不出去 你们所有人 都得死 杨少 杨少 我们都是无辜的呀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敢掰断我的手指 劝你们五分钟之内 找到一个压得住我的人 要不然你们所有人 都得死 完了 都完了 都怪你 让杨少玩一下你女朋友怎么了 玩一下怎么了 现在好了 我们所有人都得跟你陪葬 我们好心请你吃饭 你就这么对我们的 农民宫就是农民宫 不知道天高地厚 现在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了 赵雪儿 这是你我的事 我劝你啊 最好赶紧去陪一下那个杨少 还有挽救的机会 拿雪儿出来挡刀子 这就是你们 对待同学的方式啊 还是说你们一个个的 都是废物 你是说你是 水晶宫太子爷是吧 没错 我就是水晶宫的太子爷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了 陈海 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立马买下水晶宫酒店 再让水晶宫的老板滚过来 管教他的儿子 不是 我听到了什么 喊我爸 你以为你谁啊 我爸日理万机 也是你能喊的 不要装模作样 打个电话 那就以为能吓到我 我告诉你 老子可不是吓到 杨少 我们都是支持你的 就是这小子从中作梗 跟我们无关 就是啊杨少 我建议 你现在就好好地惩罚他 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好 想让我放过你们两个 可以 上去按住 我也要一根一根的 掰断他的手指 是 慢 爸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我要再不来 杨家就毁在你手里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他一看就不像个有钱人啊 一个农民工 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势呢 爸 权势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是水晶宫酒店 所有的股份 请您查收 水晶宫价值三十多亿 只用仅仅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就收购了 他到底是谁 雪儿 你可不要怪姐姐 刚才那是权益之计 姐姐啊 一直都对你挺好 怎么可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呢 这 雪儿 你告诉姐姐 你男朋友 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刚刚不是还说他是农民工吗 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你看陆公子他 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而且为人还这么低调 一看就不是农民工 你就告诉姐姐 你男朋友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你自己去问他 这 爸 你确定你没有弄错吗 水晶宫 可是你的命啊 你真的卖给他了 我要再不卖 你以后的后半生 就要在牢里度过了 陆先生 请你原来眷料 这一切 都是我叫祖物方 你要责罚 就责罚我吧 惩罚就算了 但是你这儿子 确实欠管教 是是 我以后 一定好好管教他做人 还不谢谢陆先生 谢谢陆先生 雪儿 这酒店已经买回来了 我们回去吧 爸 这陆帆 到底是谁吗 这陆帆 到底是谁吗 他是谁我不知道 但是 陈海你应该知道吧 江南第一首富 而他对陆先生 都是毕恭毕敬 甚至这位陆先生 他应该是 世界第一财团 龙胜财团的人吧 那 难道 他就是圣龙财团那位 没错 你说的 不是没有可能 听说你在江南 这小地方被人欺负了 是 是的 表哥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陆帆 我调查过了 没有什么背景 不过 他有一手非常厉害的医术 难缠得很 要不是我关系多 还真被他弄进去了 医术再高有什么用啊 就这么个小角色 也轮得到我来出马 这 行了 我会帮你叫醒他 正好几天后 我将净升成圣龙集团 市场部经理 既然来到江南 那就办一场庆功宴吧 这可是大行事啊 圣龙集团可是世界第一财团 表哥 你居然能得到这样的职位 你知道我为什么 瞧不上这个破衣裳了吧 凭我圣龙集团经理的身份 捏死这么个小角色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恭喜表哥 恭喜表哥 你吩咐下去 六天后 我将举办一场庆功宴 地点就在 水晶宫酒店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水晶宫酒店 六天后 被其他人预约了 我们没有预约上 所以这庆功宴 我估计得推迟了 推迟 不 六天后一定要举行庆功宴 在我南宫天的字典里 就没有让布尔子 我是南宫家族的长子 更是圣龙集团的经理 就算他预约过 也要让他给我乖乖忍着 那 那要是 那人不开眼 不要在当天 讲席位怎么办 那我就让他知道 死字怎么写 怎么样 酒店已经订好了 就在水晶宫 真的 那当然了 姐 姐夫出马 你还能不信 你就好好期待 六天后的婚礼吧 宛如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 我有很多秘密 觉得我很神秘 不过你放心 六天后的婚礼上 我会把所有秘密 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给你一个最大的惊喜 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惊喜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等我们的婚礼 已经很久了 我中毒了 狗粮中毒 我先回房间了 这孩子 陆凡 水晶宫可是江南最难定的酒店 真的预约到了吗 放心吧 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凡 妈 今天啊 就是你和宛如的婚礼 从今以后呀 我就把宛如 交给你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对她 放心吧 妈 自打我向宛如求婚那天起 我已经决定 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有我的一口饭吃 就不会饿死宛如 妈 你就放心吧 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看得到 姐夫的人品 信得过 是啊阿姨 咱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还要提前进去准备呢 等一下 这是干什么 当然是结婚了 看不出来吗 赶紧走开 等等 结婚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水晶宫酒店 江南第一酒店 在这里城堡场地要花多少钱 你们有这个资本吗 我们既然能来就已经城堡好了 你赶紧让道 行 要我让道也行 城堡水晶宫酒店是需要预约的 预约拿来看看 我们凭什么给你看 不给看 我知道了 你们根本没有预约 杜凡 你说没有预约的话 就只能将你们赶出去了 我给你三秒钟 乖乖离开我的世界 今天是我结婚 我没兴趣拍死你这只苍蝇 姐夫说的对 你算什么东西 就算没有预约 你也没资格赶我们出去 那我有没有资格 诶 精灵 他们想在水晶宫举办婚礼 我请你赶紧查查 他们林家到底有没有预约 林家是吧 我看 你们林家 根本没有今天的预约 所以请你们 立刻 马上 离开我们 水晶宫酒店 陆凡 你们来这里连预约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们林家 真的有本事了呢 感情闹半天 你们是要蒙混过关 这 陆凡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都已经预约好了吗 没有预约 什么情况 阿姨你放心 姐夫都已经订好了 妈 雪儿说的对 这酒店我确实已经预订好了 这经理之所以不知道 那是因为他还不够格 经理是吧 我劝你最好现在 马上给你们的洋老板打电话咨询一下 看看这水晶宫 我到底该不该来 你在这装什么大卫团 没有预约就是没有预约 还请示老板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配吗 再说 今天可是有一位大老板 在这里举办酒宴 请示老板又如何 不管怎么样 你都没有结婚的资格 哎 经理 人家都这么说了 不妨给他一个机会 好让这小子至难而退嘛 哦 也是 现在我还可以让你们自己走 等到我们老板来了 你们可是就要被轰出去了 喂 老板 我们酒店门口有一伙人在闹市 没有预约 非要来在门口不走 那还是请你们来 亲自处理一下 敢在我的水晶宫闹市 活得不耐烦了 我都要看看 谁敢这么放肆 我们老板已经在路上了 你们就等着被轰出去 哎 陆凡啊陆凡 结个婚穿婚纱被轰到马路上 我都借你感到羞耻 小凡 这个婚咱先不结了 回头再办 对啊 姐夫 咱们要不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吧 宛如 妈 还有小枫 你们放心 我倒想看看 这个杨天过来 到底怎么轰我走 还敢在这庄呢 闹市还敢这么理直气壮 是谁 敢在水晶宫酒店闹市 老板 就是这小子在酒店的门口闹市 明明没有预约 还硬要穿进来 是啊 杨老板 要是穿身婚纱就能进水晶宫 那把您水晶宫当成什么地方了 老板 还请你把这几个人都轰出去 是该轰出去 听到了吧 现在我们老板亲自发话了 还不快滚 我想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该轰出去的人是你 老板 这是为什么 我拦下这几个人 也是为了我们水晶宫啊 为了水晶宫 睁开你的勾眼好好看看 这位 是我们水晶宫酒店新任的老板 陆凡 怎么可能 他 他是水晶宫的新老板 不然还能有假吗 陆先生 属下管教不力 还请您责罚 责罚就不必了 只不过这经理狗眼看人低 他已经不配水晶宫的职位了 听到了没有 你已经被开除了 等一下办一下交接手续 还不给我滚 是 小凡 没想到你还有这层身份 这都不算什么 那当然了 姐夫可是非常厉害的呢 姓王的 你刚刚不是还很嚣张的 要赶我们走吗 有种 你现在再赶一个试试 好 好啊 我本以为你是个无业游民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身份 不过陆凡 你以为你一个水晶宫酒店老板的身份 就可以自无忌惮了吗 我告诉你 你给我等着 等一下我会让你 把之前对我的羞辱 全部还回来 你 陆凡 真没想到 你竟然就是水晶宫的老板 原来这就是你想要给我的惊喜 这惊喜还不算什么 以后惊喜还多着呢 婚礼快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吧 嗯 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能够参加本场婚礼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一起见证 两位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接下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两位新人 陆凡先生和林宛如女士 闪亮 登场 好 陆凡先生 你愿意娶宁宛如女士为妻吗 我愿意 好 宛如 我发誓 今后余生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任何麻烦 我都会保护你 保护林家 平安无语 好 好 宛如女士 你愿意嫁给陆凡先生吗 我愿意 从今以后 无论荣淮富贵 我都愿意与你长相厮守 接下来 请新人交换戒指 好 太好了 阿姨 你看到了吗 姐姐跟姐夫 终于正式在一起了 是啊 他们两个能走到现在 确实不容易 妈 我现在还是有点担心 姐姐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了 以后的困难肯定更多 可是姐夫 她身份低微 又没钱没事 能照顾好我姐吗 这倒是个问题 小凡 什么都好 就是本事低了点 阿姨 其实陆凡她 不只是可儿的救命安人 她 给我砸 住手 来人 把这个婚礼现场给我砸了 住手 汪洋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事你管不了 滚 汪洋 今天是我女儿女婿的大喜之日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来破坏我们的婚礼 什么狗屁大喜的日子 关我什么事 我问你们 你们结婚 经过我表哥同意了吗 你表哥是什么东西 我结婚还需要她同意 黄阳 今天这事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 不然 我让你在牢里蹲一辈子 还大言不惨 我告诉你你死定了 表哥 就是这几个人 抢了您的位置 还破坏了您的进宫宴 小子 你就是陆凡是吧 你知不知道你探上事了 这里本来是我办庆功宴的地方 被你们用来办婚礼 简直是胆大包天 胡说八道 我姐夫就是这水晶宫的主人 这里早就被我姐夫内定了 什么时候变成你举办庆功宴的地方 没错 这水晶宫的规矩 举办宴会必须预约 你们有预约吗 规矩 表哥 他跟您说规矩 陆凡 你知道我表哥是谁吗 都给我听好了 我表哥南宫天 金城南宫世家世子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他就是规矩 南宫天 竟然是金城南宫世家 这可是大夏 最有权力的几个家族之一 权力滔天呢 难怪网友这么有底气 这 南宫家怎么会来 妈 这可怎么办 南宫家怎么可惹不起啊 看来我们林家 麻烦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大人物 我们根本惹不起 小凡 更不可能 陆凡 现在知道怕了 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婚礼撤了 然后乖乖地夹着尾巴走人 否则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南宫家是什么下场 小凡 任意是风平浪静 南宫家是最大的豪门之一 我们根本惹不起 干脆听他们的 把婚礼撤了 以后我们再办 对啊 姐夫 我们没必要和他们硬刚 对啊 陆凡 实在不行 要不我们改天再结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连婚礼都要退让的人 真的是废 你刚刚不是说要保护林家 现在怎么成了窝囊废了 陆凡 现在知道了 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 人人都托弃的废物 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的那种 说完了吗 说完到我了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南宫家族吗 有什么可怕的 别人说是一个南宫天 就算是南宫家族今天来了 也得好好地以礼相待 想让我搬出场地 绝不可能 陆凡 你小子找死 我告诉你你死定了 表哥 他不仅物有南宫家 他物有南宫家族 陆凡是吧 你小子挺厉害 连我南宫家族都看不上 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南宫家族的厉害 给我走 把整个婚礼建长 还有谁进攻 一位平地 我看谁敢走 陆家族 您怎么来了 南宫天 好大的胆子 我陆家的婚礼你也敢咋 这人是 陆家家主陆天龙 京城陆家的掌门人 他身后那个陆老 之前还来咱们林家送过片礼 陆家家主 他来这里做什么 陆家主 这小子对我南宫家出言不逊 我教训一下这人 不知道关陆家什么事 关我陆家什么事 你敢杀我儿子的婚礼 难道我陆天龙还不能管呢 是不是 陆家主 你刚刚说什么 陆家主 陆帆 是我陆天龙的儿子 是京城陆家的继承人 我姐夫 是陆家少主 难怪我们陆家每次有事的时候 陆帆总是能够摆平 原来还隐藏了这层身份 亏我之前还说陆帆没钱没事 爸 难怪之前陆家会突然向陆家提亲 我一开始 还以为是他看上了我 没想到 陆帆竟然是陆家的少主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女婿 竟然有这样从天的手段 陆帆 这小子竟然是陆家少主 这可怎么办 陆家跟男公家 可都是四大家族 怕你了 陆帆 陆家少主果然深藏不足 来你欺负我表弟 提回我男公家 占我场地这事怎么说 告诉他我的身份 陆帆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进宫宴吗 实话告读 就在前不久 我表哥正式成为 天下第一财团 圣龙集团的首席经理 陆帆 陆家是挺厉害 但是在天下第一财团面前 所谓陆家 不过就是大一点楼一棒 你拿什么跟我们斗 圣龙集团 那可不得了呀 传闻不仅财富倾国 更是全世界的资金流动中枢 这圣龙总经理 财富跟地位 简直无法形容 对对对 难怪他们连陆家都不放在眼里 这种地位 确实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听到了吗 陆帆 在我圣龙集团总经理面前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就连你们陆家 都不好使 陆帆 你之前害我表弟入狱 现在又对我大言不惭 我大可以让你万劫不负 可是我宅心仍厚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立刻跪下 向我 向南宫家 道歉 并且把你那未过门的老婆 洗干净送到我的床上去 我可以饶过你 你 陆帆 鸡不可食 师不再来 你可要想清楚了 难过少爷 换个条件吧 陆帆毕竟是个男人 这样的条件 他受不了这样的屈辱 还有我女儿 我女儿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这样吧 我来跪 我来给你个合同 你让我跪多久 我就跪多久 只是求你 放过两个孩子吧 妈 您不用跪 南宫天还不配 给你跟金毛 还当发令件了是吧 信不信 我现在就撤了 你总经理的职位 撤销我的职位 你以为你是谁啊 陆帆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是想冒充 圣龙集团董事长吧 我倒是听说过 圣龙集团少董 年纪不大 你该不会是想说 那是你吧 没错 我就是圣龙少董 行了行了 别装了 这招对我没用 我劝你 最好还是按照我表哥说的 否则 整个邻家 都将为你陪葬 没错 陆帆 你敢冒充 少董尊贵的身份 你可知道有多大的罪 这种事情传出去 整个江南 乃至整个世界 都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 说的没错 圣龙少董 确实有这个威慑力 少董 事情办好了 陈海 你刚说什么 你可是圣龙集团 江南分公司的总经理 你喊他少董 他就是个假的呀 假的 他就是少董集团 真正的少董 世界第一财团 独一无二的掌舵人 拜见少董 少董 少董 对不起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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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董 少董 少董饶过我吧 少董饶过我吧 是我永远无助 你饶过我吧 少董饶了我 少董 请你饶过我 请你饶了我们 你俩现在知道认错了 刚才欺辱少董的气势呢 少董 这两个人怎么处理 南宫天的职位就地撤销 南宫家 王家 最近也太放肆了 让他们收敛收敛 否则 秦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是 男人 把他们俩给我压下去 是 少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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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凡人的餐饮已经消失了 婚礼可以继续了 是 少董 妈 我是少董 少董 也是您的女婿 陆凡 我把女儿嫁给你 这辈子 我就再无担忧了 好啊 陆凡 原来当初那个宴会上 向我求婚的少董 就是你 你就是故意的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不会答应的 接下来 请新人 交换戒指 这枚戒指叫做长相厮守守 是我特地让人打造的 因为这此后我们将厮守终生 我也会守护你 守护林家 一生一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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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